《紫竹林》中观自在 富贵唐城第二期 紫竹林 富贵集团以人为本 为众生打造一个 让生命无限延续的艺术陵园 富贵唐城 富贵唐城是富贵集团 继富贵山庄之后的另一创举 第一期获得热烈反应 如今推出第二期 紫竹林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不仅喜欢竹子的外形 更欣赏竹子的内涵 因此富贵唐城第二期 特别以清幽竹子 打造紫竹林三合院 静瓶水 养我慈悲性 紫竹林 常存菩萨心 遵循传统风水习俗 家居周围有竹林 是好风水的标志 欲试家道兴盛 四界常青 代表着吉祥 富贵与平安 荷花 佛家称之为莲花 是圣洁清净的象征 佛教更称极乐世界为联邦 观世音菩萨 以大慈悲心及大菩提心 普度众生 往生联邦 荷花池边的 十尺高 金身观音圣像 庄严慈祥 庇佑后人 福泽子孙 莲花座下 象征财气之 泉源川流不息 后代子孙 财源不绝 世代兴隆 紫竹林三合院 由两栋建筑物 以及一栋阁楼骨灰垫构成 内部格局与外部结构 蕴藏着一份浓厚的中国风 各栋骨灰壳的中央内堂 皆座镇着一尊 庄严肃穆的观音圣像 圆融地壳 位为壮观 走进古色古象的 紫竹林三合院 仿佛有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熟悉的归属感 为访客带来 内心真正的祥和 在这里 访客可将 对往生亲人的思念 深深缅怀 细细追忆 将过去 所有最美好的时光 永怀心中 谦虚谨慎 是竹的品格 坚韧不屈 是竹的气节 无私奉献 是竹的风骨 这正是往生长辈 留给后人的做人之道 这里的一专一网 都蕴含着浓浓古意 中央建观庭院 鸟语花香 玉竹盎然 从繁华度会 转到悠然淡雅 别有一番禅意 在清幽的阁楼 与清幽品名相聚 享受竹林的幽静 细闻竹叶的清香 让人不自觉地 让人不自觉地忘却煩忧 心情豁然自得 有始就有终 有生就有灭 无据于生命循环的自然定律 生死两相安 从容地为将来 做好完善的规划 一处最美丽的人生后花园 富贵唐城